你在這裡幹嘛? 你在休息喔? 你在休息喔? 大家都在忙你在休息 我們剛剛才把玉米殺好了 好的玉米在那裡 今天跟著我的家人 我媽媽的朋友控油 還有等一下要去採水果 我已經好久沒有控油了 他們說昨天已經有把這裡的土用鬆了 所以等一下要控油的話 就會比較好拿土 我記得我小時候都在吃而已 根本就沒有在幫忙做這件事情 電鋸都出來了欸 用報紙包地瓜 對啊 這樣不會 包膠 等一下是報紙直接拿去烤 還是報紙外面還要再鋪鋁箔紙 喔真的嗎 就直接那個衣服燒熱了 要丟進去台灣班啊 喔 報紙要先用濕的拿來包 地瓜 會不會很重 很快 很快欸 夾好夾好 哈哈哈 這為什麼要敲 敲它它 它裡面是真空一燒它會斑 喔 在測風向 噢 噢 等一下人燒才不會一直嗆到煙 在照搖前要先依照風向決定搖的門口 火才會旺 而且煙比較不會熏到人 這個門口啊 門口要挖出一小條通道 等一下放木材才會比較順手 開啥 阿公來幫忙 謝謝 旁邊 旁邊朝大的那些太遠了 好吧 啊 太瘦了 開始刷尾了 太大塊的 旁邊 把它剁小小才可以堆上面 不然上面會太重 第一個窯就這樣完成啦 包完了玉米跟地瓜 現在竟然在包雞蛋 緊接著劈開等一下要燒的竹子 另一邊也在騎我們的第二個窯 阿公 會不會 不會 你不會喔 還在這邊裝忙喔 他在車上 奇怪 你來不在哪 對啊 去罵他 去 你現在才發現他不在喔 他一開始就跑到車上了 這個看起來比較大 這個看起來比較大 這裡有縫隙的公里嗎 這裡有縫隙的公里嗎 阿公學會了沒 不會 還是不會 把門這邊挖乾淨一點 挖乾淨一點 等一下東西好放啊 等一下火星都要弄出來 火什麼 火星 火星要弄出來 燒燒燒燒燒燒燒到這個土 旁邊就 影外影 我們等一下是要把這個土推倒嗎 對 然後把食物壓 壓下在裡面 對 還要用那個 第三個 這個等一下蛋就是放在這個 裡面烤 就直接放進去 要蓋蓋子嗎? 不用 不用蓋蓋子 蛋不會爆炸嗎? 有防水就不會爆嗎? 接著在窯內放入大量木材開始生火 喔!我很大!你看那個縫都是火 很像聖誕樹那個閃爍燈 一個倒了 在搶救它 差不多九點吧就開始準備 現在已經十點弄了一個小時 他們說要燒到整個紅了 再來放食物進去 然後又要燜好幾個小時 煮飯也太累了 好玩欸快啦 這個等一下好了以後 就把它弄一個洞下去 然後中間就 邊放 邊壓 邊放邊壓 然後上面再蓋土 蓋好以後就去採水果 水果採好回來 食物也好了 對 要不要幫你拍照? 不用 我們拿到這根竹子裡面有很多螞蟻 螞蟻 螞蟻出來 螞蟻出來喔 螞蟻出來喔 螞蟻要被燒死喔 螞蟻沒有糧 我有叫它出來 火要來了快跑 火要來了趕快跑 火要來了趕快跑 總共生了四個羊 我們的最旺 破壽拿來補 剛好可以來煮蛋 竹子燒完了現在改燒樹枝 相信控過窯的都知道 一定要先煮些什麼其他的來電店味 麵先吃起來了 控油應該就是下午茶了 剛放了一個鍋子在那個破掉的田窗 結果鍋子整個被燒壞 你在幹嘛? 挖洞 等一下要把裡面燒完的竹子 弄出來 看起來就沒有再離田的 你老爸不是做這個 叫阿公來 叫阿公來 看不下去 接著我也加入蟾土的行列 腰好酷 給你們體驗一下哪鋤頭怎麼樣 蟾都蟾不起來啦 行不行 包包放著嘛 要工作好好工作 棍子起火了 那個竹墊 要寬一點 下面這邊這個灰也超級燙 把頂端的土敲下去後 就可以開始丟入要烤的食材囉 接著把窯推倒 讓燒紅的土塊蓋在食材上面 再來要把比較大的土塊敲碎 玉米跟地瓜 玉米跟地瓜 最好可以邊丟食材邊把窯推倒 這樣受熱會比較均勻 土都是火耶 紅豆齁 土會燃燒耶 一樣把較大的土塊敲碎後 可以緩和濕土跟木灰 這樣保溫效果會更好 要確保外層完整的被濕土包覆 才可以達到把食材悶熟的效果 專門野埋的 很專業 很會埋 記得要盡量把冒著煙的洞口堵住 這一個窯放入了玉米跟雞蛋 我們現在在剛剛那個甜的主人的果園裡面採水果 這也是帝王肝 超好吃 超級爆好吃 又甜又多汁 在等待食材悶熟的時間 我們來到田主的果園採水果 偷了一顆 對啊看吃起來還怕很可愛 吃起來還怕很可愛 吃起來還怕很可愛 田主不怕你們不吃喔 吃到飽都不用怕 只要這一顆嗎 嗯 因為偷大 剛剛老闆說要把這個剪 多短人多短 剪平啊 對不然這個吃到別的雞子的皮 它就會爛掉 裁了超大一袋 失心風啊 白亂 這個土外面摸都會熱熱的 裡面的東西應該熟了 開油 我還清煙耶 喔玉米玉米 沒有 只有地瓜 喔地瓜 是喔 喔有地瓜味 地瓜 地瓜 我在錄影 吃吃吃吃 好吃嗎 羞喔 看起來很羞 看起來很熟 好吃 地瓜好好吃 開箱玉米 怎麼開 超燙 很香 很香 很漂亮 顏色很漂亮 可是真的很燙 超多汁 好燙喔 這邊的玉米都燒焦了 手搖都沒有燙了 接著是我蠻期待吃起來 會是什麼樣子的 控搖蛋 等一下誰要吃的自己在哪 我要來試看看 我要來試看看搖烤蛋 我要來試看看搖烤蛋 吃起來跟水煮蛋一樣 有心 要有餅 要是水煮蛋 打平台 誰會兒 要得燙 你嘗嘗 在這裡